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 我们国家呢 在深化金融改革的时候 选择的几个改革的切入点 就是从哪些薄弱环节入手 所进行的金融改革 就把它总结为这么几个方面 你看啊 未来扩展阅读的时候 八关键词跟金融改革相关的 就在这来深化金融机构体系改革 构建现代企业制度 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说到的话 对吧 好 我们现在加一句 跟现在的金融机构相结合 叫做构建现代金融企业制度 重点 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讲到 我们要对现代金融企业 进行内部治理 综合治理 加强治理 那我们现在要构建 现代金融企业制度 这是改革的一个切入点 把它跟我们官方教材 第九章的内容 结合一下 来另外 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这是什么 这是为了更好的 为实体经济注入活力 更好的为金融市场 注入新鲜血液 中小企业一直在呼唤着 说我们融资男 我们融资贵 我们希望金融机构 向我们施以援手 那好 这个元首在哪 传统金融机构 传大难掉头 但我们现在有民营金融机构的介入 能够解决更多的 就是为实体经济 中小企业 小微企业 提供资金支持 注入新鲜血液 做这个发挥这个作用 好 我们往下看第二个 深化金融市场体系改革 走多元化的市场 然后呢 创造出来多元化的工具 所以我就这样跟你讲 其实有的时候 这些工商企业 他们和个人 太像了 为啥 因为不同的工商企业 它的综合实力不一样 业务范围不一样 风险承受能力不一样 背后的专业场景不一样 所以适合他们选择的金融产品和工具 也不一样 他们可能面临到风险 各自的风险承受能力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把合适的市场体系 合适的工具 匹配给合适的工商企业 这就跟我们个人理财市场特别像 你想 我赵聪算是一个专业投资者 我已经给我自己做过定性了 最起码最近几年 一专业知识 二综合的收入实力 还有金融资产的状况 以及我投资经验 跟金融机构所要求的专业投资者 我能够挂上钩 我可以说我自己是专业投资者 放在15年前 15年前 我不是专业投资者 我甚至连一个普通投资者都不算 我可能是小白 是这意思吧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跟大家讲 其实企业是成长的 个人也是成长的 那么在企业生长的 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 他需要不同的金融工具和资本的助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给企业来提供资金支持的时候 给他提供的融资方式 可以有直接融资 可以有间接融资 直接融资就是发行股票和发行债券 但我问大家一个中小企业 小微企业 他发股发展能实现得了吗 实现不了 所以他们只能走间接融资 怎么办 去跟银行借钱 但是如果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头部企业 变成头部企业的时候 他现在既有资源 又有实力 又有业务 又有影响力 很多银行愿意给他们提供服务 但此时他一边考虑着 我跟银行借钱 一般一边想着 我借一钱 我得还 我怎么样做 我融赖的这些资金 我不用还 我赚钱了 我给他分红 我不赚钱 这个钱我就不给他分红 他们通过什么 股权融资 所以我们需要金融市场体系的进一步的完善 所以我们要有多元化的市场 来解决满足不同实力的企业 资金融通的需要 这是改革 这是大失所趋 否则传统的资金融通的业务里面 第一想到借钱的时候 就想到 跟银行借 借不到 啊好难 摇头叹息 是不是 这叫改革 市场体系改革 那你再看还有什么改革 叫深化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好监管要改革 为什么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监管体系所存在的现状问题是啥 叫监管之后 我们的监管跑步跟不上实体 这个实际金融的发展和创新 所以往往是事件已经出现了 并且它缺乏监管 结果问题出现了 爆雷了 投资者遭受损失了 对吧 影子银行出现了 扰乱了传统金融秩序了 好监管出面 来善后 我跟大家讲这个市场 它能经得住考验 最后活下来的不多 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希望是什么 是加强监管 当新兴的现象事物出现的过程中 我们对它进行监管 所以我们的监管也要进步 监管也要创新 我们遥想一下 在前面张姐我所提到的影子银行 影子银行的出现一定是 现在的实体经济有资金融通的需求 然而我们的传统商业银行满足不了 所以影子银行出现了 它不是银行 它却做着银行要做的事情 然后它的行为出现的时候 降低了很多的标准 降低了很多的标准 扰乱了市场的秩序 打乱了规矩 结果给监管也造成了麻烦 我们监管要不要改革 要 除了影子银行以外 还有啥 P2P 我们国家到2020年底 所有P2P业务关停 而P2P从兴起到最后全部关停 下线经过了几年的时间 这几年的时间里面 有它像野草一样疯涨的时期 卷进去多少钱 还有我们所谓到的各种各样的庞氏骗局 轰然倒下 我们的监管没有跟上去 所以我们监管要自始至终贯穿在金融市场活动的任何环节领域 并且要 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方面有意识 所以我们现在做什么 做投资者教育 对吧 那同时我们的监管要到位 同时配合立法 这叫啥 深化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不能再一成不变了 那这个部分的内容 我再说 它要跟谁结合 跟我们的第七章监管结合 来最后 第四个 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 来说到金融风险哪一章 我们前面的第三章 是不是 说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我们走底线管理 然后我说到这之后 你看 我们就讲一个深化改革 我说了几个切入点 那么这几个切入点 我怎么记 未来考试的时候 只要提到 既然我们深化金融改革的那几个切入点 我告诉你有一个特别特别省心的方法 叫啥 现代金融体系 之下的改革 来我们回顾一下第一章的内容 讲到第一章内容的时候 我们怎么说的 第一章讲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 是不是 在现代金融体系之下 我们强调的几点问题分别是 一 它的内部构成 要有机构 要有市场 要有产品 要跟科技结合 并且加强监管 在中间 央妈还要发挥各种各样的作用 讲到监管的时候 我们国家现行的一行一局 两会 以及一伪这样的整体 这个结构 是不是 所以你再去看改革的时候 这不就围绕着 现代金融体系之下 所展开的吗 讲机构 讲市场 讲监管 那风险管理 就应该跟有效的监管 二者相结合 贯穿始终 我的唤醒做到了 我告诉大家 这个部分的 预习般唤醒的学习 我要你注意这几点 就是未来你只要提到深化金融改革 你就往这上面去靠 这些关键词里你没找到 对吧 因为这毕竟属于静态化的理论 好 你就往后补就好了 总之 他们都属于我们现代金融体系之下的内容 所以考试的时候 这个答案 他为什么没有一成不变的答案 因为他理论是发展的 实践是变化的 这是我们几个切入点 这是这几个切入点 抓住了 那总结起来就是他 是吧 还是回归到这一句话 我们在做唤醒总结的时候 就提醒大家 不能再说改革 就讨论改革 一定是从点到面 并且他会辐射延伸到各个章节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一套系统 好 这是这个主题啊 来接下来我们再讲第三个主题 第三个主题呢 是涉及到我们国家重点领域金融改革的实践 那具体的实践呢 涉及到了利率的汇率的 然后好多 在这里呢 预期班我就重点讲一个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行了 因为供给侧改革呢 也是热点的事件和问题 那同时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讲到供给侧改革的时候 是以它为例 其他那些这个重点领域的金融改革 我们放到经讲班里面 给大家再展开介绍 好吧 来看一看 我们国家重点领域金融改革的实践 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改革实践 我先总述 这改革实践怎么讲 来呼应一下啊 告诉自己 这是这个地方是形成答题体系的阶段 听好 只要是 它有一个因果关系 只要是讲到重点领域金融改革的实践 你都要有一点是扣题的 我为啥要改革 对吧 我改革实践 为啥 因为金融回归本源 要服务实体经济 所以我告诉你 它有一个通用话说 无论未来讲改革 讲创新 讲实践 讲开放 都要扣题 扣到这句话 要金融回归本源 服务实体经济 这就是扣题的点 然后我再说 只要你写了金融回归本源 服务实体经济 那你接下来要展开的就是 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叫夫不离妻 肉不离皮 是这意思吧 所以你看我扣题叫服务实体经济 它说的是啥 经济是机体金融是血脉 二者共生共存 因此实体经济发展了 实体经济跑得快 我金融也得跟上 跟不上 怎么办 说明它落后 落后就面临着被淘汰 所以它必须改革 然后跟上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金融活经济 活金融稳 经济稳 这习大大说的 他说这段话是以金融为引导 说了金融活下来 金融经济才能活得更好 所以他说了金融和经济之间 活和稳之间的关系 所以很明显的体会到了 金融之余经济显然是第二性的 对吧 它的发挥是附属的 复合的 然后叫做服务的作用 但是 我跟大家讲啊 这句话 它后面的示意 是让我们大家直接从这个 这一句话中去感受 金融跟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但是 我在这个基础之上要再延伸 叫做这句话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但如果我深入理解的时候 你注意 它一定不是服从 你发现没有 它不是服从 它始终强调的关键词 叫服务实体经济 所以实体经济发展了 金融跟着发展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去强调这个问题 就是说 在实体经济发展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金融给它提供助力 那如果我们现在有更好的 金融创新 金融改革的成果 把它呈现出来 能够更好的给予实体经济服务 但它同时也可以给实体经济什么 加以引导 所以他们二者之间是彼此之间离不开的关系 二者要有机的结合 才能共同向前发展 这是前面我们说到的关系 然后接下来 彼此之间互相兴旺发达 有下面的经济星 金融星 经济强 金融强 那这段话呢 是以经济作引 说的是经济和金融之间的星和强之间的关系 这就看到这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们的目的和用意是啥 要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 对吧 这里面一直都在说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二者互相之间不能离开 但实际上 他还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切入点 是啥 你金融怎么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 反过来说 实体经济需要什么 我金融提供给他支持 实体经济需要融资 我金融想办法解决融资问题 是这么来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看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时候 不能单一挑出来单着看 要把它结合到一起去看 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我们说到这个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时候 讲我不能站在金融的角度来讲 讲我有啥 我提供啥 不是 一定要看实体经济需要啥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好 我下看 优化金融结构 优化金融结构 我们现有的金融结构存在的问题是啥 扭曲 错配 另外一个 优化金融结构要解决扭曲问题 解决错配问题 对吧 所以我们说到这儿 在优化金融结构的时候呢 这个角度我们要说的是两个事情 一个是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第二个是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叫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 我们发现的问题是什么 以及我们如何解决 来我们国家现有的金融结构所存在扭曲错配的问题有哪些呢 第一个叫期限结构错配 第二个叫权益错配 第三个叫服务对象偏颇 你看第一个 期限结构错配 说的是我们国家金融体系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戒短用长这样的一个相应的现象 是吧 也就是说很多的老百姓往银行存钱的时候他存的少 那我们发放贷款的时候 那贷款提供出去 往往贷款资金使用的周期比较长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影响了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它的流动性 这叫做期限结构错配 借短代长 但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很难解决 为啥 因为你反过来去想一下 如果现在是借短代长 这个问题是一个结构错 期限结构错配的问题 那我只要把借款周期延长 变成借长代也长 这问题不就解决不就不错配了吗 可是你再试着想一下 你要老百姓来 小姐姐存笔钱吧 我们拉个存款吧 这笔钱在我们行存30年 可行吗 不可行 老百姓们现在对于流动性的诉求 特别是中小企业主对流动性的诉求非常清晰 来往下看 权益错配 我们国家现行的金融结构之下 动员的资金大部分 只能形成借款者的负债 它是以借钱的形式完成的 对吧 那么能形成资本 筹资者权益的比重 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了权益错配 权益错配 那债务过高 杠杆率过高 你看到杠杆一出现 就说明它中间有借贷行为 对吗 好 资本成本过高 这些问题都跟我们国家金融结构的权益错配 彼此之间密切相关 所以也就是说 当现在我们国家现行的金融结构之下 如果完全融通资金 只通过借贷来完成 那它一单一 第二权益错配 对吧 这个市场上负债率太高 而且在一个企业发展的这个过程中 它时刻要考虑到我赚钱的同时 我还有巨债压身 我要考虑还钱 因此有一些资金 它就没有办法做长期的拓展和投入 对吧 它考虑的投资回收期都追求越快越好 于是对于企业自身的规划和发展来讲 也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权益问题 因此我们现在要讲到我们改革的时候 优化现有的金融结构 不单要发展我们传统的存贷业务 并且要扩展存贷业务所服务的对象 所以我们提出来了普惠金融的概念 是这样来的 那同时呢 对于那些企业有资金融通需求的时候 我们还要想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那间接融资实现不了的 我们怎么样大力发展它的直接融资 对吧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呢 它的融资成本也能进一步的降低 第三个服务对象偏颇 对于广大的中等收入及以下水平的普通居民 特殊群体啊 中小企业 民营经济等这些需要资金及服务的经济主体 我们现在给他们提供的服务是不足的 因为我原来说了 我们国家在一个过往的发展阶段中 我们需要大力的这个发展国有企业 在这个市场上改革开放之前没有私营 或者说有私营但极少 改革开放之前遍地都是国企都是事业单位 都是国家公职机关 是这意思吧 那个时候我们并不倡导私有之境界 不倡导个体货 我们全部都是国企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看到国有企业是融通资金的一个大头 那国有企业背后叫国有 它的背后是国家 对吗 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企业融通资金的方法是啥 是跟银行借钱 这是那个时间的历史需要 但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现在是全方位的 以这个共有企 共有制 然后集体经济 然后多种类的所有制形式并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私营经济 民营企业都已经层出不穷了 那他们就提出来了新的资金融通诉求 而这个时候我们的制度不到位 叫做金融供给的时候 仍然秉持着一个我认为你需要 跟你确实需要之间存在着差异 所以就有很大一部分群体 他有诉求却没有人给他们提供服务 因此就有了下面的普通居民 中小微企业民营经济 需要资金及服务的经济主体 他提供的服务严重不足 这样的问题 对不对 这是现有的问题 那我们对这些问题要想办法进行解决呀 怎么解决呢 健全金融商业的金融 开发性金融 政策性金融 合作性金融 合理分工 发现没有 商业金融 开发政策合作性金融 就是意味着我们现在 为这个市场上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品类 也在创新 也在改革 也在发生着变化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形成新的金融结构体系 既然原来是结构错配 那我们现在就完善起来 所以形成多层次 广覆盖 并且彼此之间有差异的银行体系 这是传统银行体系之下的改革 所以你去看我们的现代银行体系之下有什么 国字头的商业银行 原来我们经常说四大行 但你知道吗 现在金融的教材都改了 我们现在叫六大行 这六大行都是谁 中农工件 传统四大行 加上新兴站起来的 有正有储 有储银行 还有啥 交通银行 我们现在并称六大行 然后是股份制商业银行 然后是这个各个城市自己的区域性商业银行 然后城商行 农商行等等 对吧 在这个过程中你去看 我们同样叫银行 但仍然存在着内部资源分配 叫做不公的现象 这是银行体系自己内部的一个矛盾 但是就算是资源分配不够均衡 但各家商业银行在发展的过程中呢 又都朝着大而全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他现在在健全商业性 开发性政策性等这些金融体系 进一步的健全之下 内部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的条线 及侧重点 我们仍然需要政策积极的引导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是吧 好往后看 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 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那资本市场你就现在就想吧 我们现在资本市场的发展 首先我们现在有三大交易所 上交所 深交所和北交所 是不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们现在上的这个市场板块 也在不断的完善 也在给各种各样的工商企业 提供一个直接融资的通道和平台 我们有主板 有创业板 我们一直在说中主板和中小板 一直要合并 所以我统称主板 对吧 然后呢 创业板 科创板 新三板等等 各个板块服务的对象不太一样 那他就是给不同的工商企业 提供了一个进入市场 直接融通资金的一个通道 所以我们在建设完善的资本市场 来第三个 这是市场 你看我归节的时候啊 我总结关键词 这是市场 然后你把市场写上资本市场 上面是啥 是机构 你要把机构写成金融机构 哎 那我们现在优化金融结构 解决错配问题的时候 我们首先考虑了机构问题 然后我们考虑了市场问题 对不对 还考虑了什么 在调整产品结构方面 市场需求为导向 积极开发 个性化 差异化 定制化的金融产品 这叫啥 这叫金融工具产品 来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呀 这是现代金融体系之下的构成要素呀 同学们 所以我们在优化结构 解决错配问题的时候 我们进一步的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仍然是从现代金融体系之下的构成要素切入的 想一想这是极好的 对吧 所以产品线进一步的充实跟完善 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注意的这些问题 来往下看 接下来呢 我们再讲 我们前面既然说到了 我们要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 那我们先检讨一下 原来我们给实体经济提供服务提供的不太好 为啥因为我金融体系之下本身存在的问题 我们要优化金融结构去解决这些问题对吧 那我在优化这些结构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要时刻关注管理金融风险 风险无处不在 如果不及时把它铺倒 结果呢 就会形成风险汇聚 最后导致危机的发生 这是管理金融风险问题 来往下看 要加快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进入业相关的信息 然后呢 进行一个就是相关设施的国产化 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 来我们开始反思 如果我们要提到管理金融风险问题 这个问题跟第三章有关联 是跟第三章有关联吧 那我们说到跟第三章有关联的时候 我们说到我们国家现在金融安全所面临的挑战跟冲击有一个点 是我们国家现在的金融装备比较落后 我们没有核心的技术 我们现在直接在境外采购成品 所以核心技术在别人这儿 我们有可能受制于人 并且可能造成着一些金融安全隐化 所以我们现在管理金融风险要怎么办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个 做好金融业的综合统计 健全及时反映风险波动的信息系统 完善信息发布管理的规则 然后呢 健全信用的惩戒机制 这是我们说到的 这个这个风险波动的信息系统 就是说我们要有监测 通过数据指标来说话 好吧 所以这个过程叫什么 叫指标控制 过程控制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再去想 我们在进行监管的过程中 我们是不是有金融机构的准入监管 金融机构的运作监管 在这个市场上 金融机构在运作的过程中 我们会拿一些指标来考核 金融机构 是不是 比如资本充足率 啊 比如借贷流动笔 这些指标 那我们反过来说 我们现在在管理金融市场风险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有一些风向标 因此我们要有大数据介入 对吧 科技进来 跟市场结合 然后收集数据信息 及时发现问题 哎 这是预警 来做到管住人看住前 扎牢制度的防火墙 这是啥法治 立法 你再去想 我们前面说到 我们金融安全所受到的挑战和冲击有哪些 它是其中之一 来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支付结算机制 动态监管 线上线下 国内国外的各种资金流向 来科技 又一次运用 对吧 电商平台都大数据分析了 涉及到一个国家 现代金融体系 国际民生的大使 我们科技跟上 是必须的 对不对 要管理金融风险 我们核心的目的 不是为了炫科技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 发现风险点 管住金融风险 好 这是设施 这跟前面的风险有关 科技结合 跟前面有关 刚才我们还说到过什么 我们现在的杠杆率比较高 因为高杠杆性 也是现代金融风险的特征 那好 去杠杆 风险的源头 就是高杠杆 那好 我们去杠杆 问题就解决了 是不是 这叫管住 管理金融风险 好 还有什么 服务实体经济 是我们的目标 也是我们的本心 然后呢 找到我们的问题 原来我们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结构化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去优化结构 优化结构的过程中 自始至终要加强风险管理 改革不是盲目的 改革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所以自始至终都要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 然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问实体经济你需要什么 对不对 提供的服务要遵循经济规律 经济规律我们更多强调的是啥 其实同学们你仔细去想一想 它来自于一个供求规律 写的太难看了 供求规律 供求规律 来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 来汇率市场化改革 是吧 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然后呢 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 来三律合一 三律就是利率汇率国债收益率 三律都市场化了 我们现在能够根据市场上面对它的供求 来判断资金的导向和需求的点 如果他们真的能实现市场化 对于我们来讲这是极好的 但是任重而道远 在遵循经济规律的前提之下 破除体系的所有制和意识形态的偏好 然后遵循竞争中性的原则 为各种各样类型的 为各种各样所有制结构的企业进行服务 这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它满足的是需求的点 那市场需要什么 需要的是企业的融通资金 直接融资 间接融资 来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流程 包括大型的设备 对吧 这是遵循流程啊 保护它具体运行的法规制度 那这个部分的内容 其实它又一次扣题扣到了 我们前面的金融安全所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冲击 这个方面 来第五个 发展金融科技 发展金融科技这个方面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在金融领域 是大力的发展金融科技啊 然后发展科技的要义就是 是使创新成为推动金融服务供给侧改革 还有服务效率提升的一个根本的支撑 所以实际上科技呢 跟金融的有效结合 更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个方面我们选择的切入点是啥 是提升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效率 是提升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效率 是这样来的啊 好往下看 第六个呢是扩大对外开放 那么扩大对外开放这一块 这也是我们供给侧改革的一个要点 对外开放的内涵呢 是根据整个国际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然后跟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呢 相结合一下 我们做一个系统的战略性的布局 在开放的过程中呢 给我们带来一些新鲜的理念 新鲜的经验 然后把它跟我们国家的国情具体结合一下 从而提升我们的综合实力 所以提升金融业的全球竞争力 扩大高水平的双向开放 开放一定是双向开放 以前我们2020版本的高级金融 再讲到金融开放这个地方叫对外开放 现在我们把它叫做双向开放 注意一下啊 提升开放条件之下 金融管理能力和综合风险防控能力 并且呢 我们要提升我们的综合实力 我们也要积极的参与到国际的金融治理中去 当然我们改革改好了 我们综合实力提升了 那么在未来呢 我们再进行整个开放的过程中 我们开放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参与的程度也会进一步的加深 所以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它的第六个方面 好吧 那么综上所述呢 我们在这里提到了 对于我们的重点领域的金融改革探索和实践 在实践的过程中 我提到了几点 给大家去做扣提示的总结啊 第一个就是在未来 只要讲到我们的这个 重点领域的金融改革 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马上脑海里飘过那几个字 天空飘过几个字 叫服务实体经济 对吧 第二个 我们为什么要改革 为什么要创新 为什么要开放 为了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 那我们为什么要改革 为什么创新 为什么开放 因为我们原有的自身的金融结构 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可能来自于软件 比如说监管 比如说市场创新不够 有效需求 没有办法得以满足 对吧 那有可能来自于硬件 设备设施的落后 那软件还有什么 像观念的落后 就是说观念没有及时的更新 对吧 这些问题都是包括说 法治的健全 秩序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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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的秩序的规范 是不是 这些都是我们对应的切入点 都是我们在 大家在答题的过程中呢 需要注意的 可以扣提的地方 那除此之外呢 你像我们在扩大开放这个方面 然后发展金融科技这个方面 科技也是在发展创新这些方面都要提到的内容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在这三个方面 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四五六三章里面 都要提到的内容 比如说什么呢 一说到科技 就要讲到科技跟监管相结合 加强监管 是吧 然后呢 来监控一些数据数字的整体流向 等这些问题 好 我们往后看 接下来呢 放一道例题 来给大家来讲一讲啊 这道题呢 我们是来自于十四五规划 2035远景目标 那么这个规划纲要中呢 提出来了这些内容 在这些内容中 我问一个问题 我们国家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缺入点有哪些 这涉及到这道题呢 其实主要就是为了最后扣题 让我们大家来回顾一下 照从刚才讲到的 我们国家金融业重点领域的改革和实践 有哪些对应的切入 然后你把这些哪些对应的切入 放到这个点后面 做答题就行了 那我也想要借助这个机会呢 给大家来看一看 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 提到我们的改革 它是怎么说的 以及我们如何去对它进行解读 所以我引用了这一段 你看我们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 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 那么加快完善中小银行 和农村信用社的治理结构 那么这个对于深化金融改革 提出了具体而又明确的要求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要实现这些规划和远景目标 就必须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也就是说在规划纲要中明确的提出来了 我们现在的重点领域金融改革的实践 一定要扣提扣上我们对应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已经写到纲要中了 所以我们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怎么改呢 按照市场化 以市场为导向 按照市场化 遵循经济规律 我这两个点是不是都没问题 市场化就是以市场为导向 考虑一下市场的需求 然后我们要遵照经济规律 法治化我们要立法 对吧 我们要立规矩 我们要严格秩序 然后国际化 国际化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开放 是吧 所以你看在规划远景目标中 他已经提到了这些内容 然后我们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啥 看后面扣提 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 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 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 更好的为那些除了国有企业 大央企以外的对象来提供服务 提升金融服务的能力 我们未来所有题目的答案 往这上面去答 你要从他给出来的信息点里面 找到我们可以答题展开的内容 市场化说的啥 我们哪些方面存在问题 法治化哪些方面存在问题 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方面 我们的科技还没有很好的应用 我们的监管还要加强 是吧 我们的软硬件设施还要提升 我们的开放力度现在还在进一步的推进 力度在加强 好 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出发 从金融体制的特点 特殊性出发 坚持党的领导 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 深入的推进整个金融机构的改革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 那你最后总结 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有哪些 切入点在这里都说了 是吧 所以总结一下有啥 要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 看一看实体经济你需要什么 然后优化结构 优化结构是期限结构 对吧 融资结构 市场结构 这些都是结构问题 管理金融风险 我们在哪些方面对金融安全产生着冲击 时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跟服务实体经济两个都属于标准答案 是吧 来遵循经济规律 这是不是以市场 按照市场需求 遵循经济规律 然后发展科技 扩大开放 这些就是我们对应的切入点 那以上这些内容呢 我们就借助着现在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最后配合着一个 这个十四五规划 2035远景目标的钢要里面所提出来的具体的内容 给大家找到几个破题的突破点 当然在最后这个题目中呢 给大家给的这个题目的参考答案是这六个方面 而我们需要以它们作为拓扑结构点 去扩展延伸服务实体经济我们怎么办 考虑一下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然后看看优化金融结构怎么办 我们原来哪些地方有错配 哪些地方不够优化 然后进一步的发展 就以此类推 好吧 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一张预期班所要涉及到的内容 我再提要求 原谅我续道啊 再提要求 回去之后做扩展阅读的时候 请大家务必 根据我们在整个预期班中所提到的那些关键词 以它们作为拓扑结构点 然后去寻找那些 能够跟它们扣题扣得上的 相关的时事热点政策新闻来进行解读 好 那我们这一节课就暂时告一段落